这一次的选举结果最感到伤心难过的 莫国于希拉蕊和他的广大支持者 他们距离白宫大卫跟缔造历史记录 就差那一步之遥 我们看看最后的选举结果 到目前扣除还没有完成统计的 纽埃布什尔跟密西根两个州来说 总选票数来看 希拉蕊应该是赢家的 他领先川普36万张票 虽然不到0.3% 但就是赢了 在任何其他国家的民主选举里面 希拉蕊应该是最后的新任总统 但偏偏美国人用的是一个复杂的选举人团制度 这个度其实说穿了 就是保障本土白人 也就是说 美国有些大州 但这些新兴大州 多的是所谓的外来人口 或者是所谓的新的都会群人口 这些州多半这次选择还是投向希拉蕊 但那些传统的美国州 从事传统工业生产 或者是农业的州 这次的纷纷翻盘 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美国大湖区沿岸的好几个州 过去都是民主党的重镇 2012年他们都支持欧巴马 但是相隔四年之后 今年你看看这些州 立刻由蓝转红 最特别的你看到阿奥华州 宾夕凡尼亚州 威斯康辛州 欧海尔州这么有好多几个城市 就是大家耳熟弄响的工业重镇 匹斯堡 汽车的底特律等等 而偏偏你知道这些工业 在目前全球自由化的贸易支持之下 纷纷一个一个倒下 当地多半都是所谓的中下阶层的 劳动型的美国选民 他们尤其感到愤怒 这次他们就是共和党的新的大道章 也就是希拉蕊落败的最主要原因 究竟这些白人愤怒什么 他们为什么还要选择这个人品 或者性格如此多缺陷的一个新的候选人呢 接下来我们就带您走访一下 这些美国的愤怒的白人州 愤怒民众的高峰被鼓噪 川普的源头上被橘红色的意愿混毁 在川普人世简直怒火中烧 一桶又一桶的垃圾被放火烧光 黑夜中的街头爆裂又紧张 全美数十个城市选后皆不平静 连续两个晚上数千名抗议人士 在勇约川普总部大楼外 呛川普呛瞎 天后女神卡卡也站在卡车上 高举标语肢体冲突一触即发 千安大城奥特兰 甚至自己的七千多人反川普 号称是规模最大的一场游戏 原本还算平和 到了最后开始失控 警方不但发射催泪瓦斯 还逮捕部分闹场的抗议人士 选举失败的一方拒绝认输上街闹事 很难想象全世界第一个民主国家 会发生这种情况 甚至还有人恳求西拉瑞 干脆一撞勾赏最高法院 仔细观察这些反川普的声浪 绝大部分出现在美国东西两岸大都会 广大的中西部双村地区则紧如一身 例类分明的态势 反映出美国社会的高度分裂 亲自走一趟才能真正了解 美国城乡间存在着难以想象的鸿沟 东北部的五大湖区 过去是煤矿与钢铁业重镇 自从外博便宜钢铁 大量倾销美国之后 工厂关门市区萧条 居民大量失业 平均所得甚至停留在三十年前的水准 钢铁之都变成Ross Belt铁丘区 当我在80年 87、88年 我们经常有一个线 从午餐时到晚餐 我们不再有那个线 陪瑞斯在厄亥钢铁小镇洛伦 开设餐厅28年 但是最后一家钢铁厂却在今年关闭 我们甚至没有任何工作 我们没有任何工作 同样在钢铁厂工作28年的 贺南得资今年也遭资浅 数十年来他在总统大选都投给民主导 今年决定倒戈 因为他觉得被政府抛弃了 当市 Common went bad for the auto industry for all the places, the banks they all got bailed out they got help us, they let the sing we were like the Titanic 担任疫警 执行夜间巡逻任务 河南德兹至少还有点事情做 但满腹牢骚 无处发现 我只是在冰箱上 但意味着 陆落的小镇 关闭的工厂 是铁销区最常见的景观 街道空舞艺人宛如鬼城 当地居民大多是知识水准不高的 白人蓝领寥工 他们的声音不会出现在主流媒体中 民主党的希拉瑞 常年在华府政坛打滚 被视为代表权贵与基因阶级的利益 根本对中下揭材心理 我们将很多砂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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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 我们将工厂砂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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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分辨解 男人的憤怒 也对下一代的认识 媒体也萧条 孩子们的学校教育 跟着深受其害 丁州小镇 维恩斯堡煤矿公司 在几个月前关闭 地方政府收入大减 教育预算严重缩水 当了三年老师的爱气为客 因为学校经费不足 遭到解雇 现在只能当临时工修马路 同样惨的还不止他一个 从2011年到2016年 我们五年都失败了20万学生 所以我们最终在危机状态 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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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改变这个国家 我们会改变世界 去改变 我们会改变世界 只是放弃民主党 拥抱川普真的会比较好吗 这个星期我们还看到另外一群同样是愤怒的人也选择走上街头 他们就是香港的顺应团体 他们抗议中共恶实地介入香港的法治跟民主的自由运作 这里面最主要的起因就是香港一个新的年轻的政党叫做青年新政 他们有两位成员刚刚选上了香港立法会的议员 不过在宣示过程中被指为无效 虽然立法会的主席同意让他们补行宣示 香港的法院也目前正要进行审理 哪知道中共的人大会却迫不及待 在11月7号就强行介入而且宣告了结果 他们说基于香港基本法这个宣示是无效的 而且也不能任何补宣示 换言之这两个人的立法会的议员资格就此解除 这个来自于北京的命令 法院在香港还没有判决 北京就做出了判决 令香港很多民众非常的愤怒 绝对违反了一国两制的精神 因此开始走上街头 同时发生一些混乱的冲突 当目前整个情况还在继续的发展当中 不过我们注意到了 今天正是国父诞辰150周年纪念之日 而中共方面则高调在北京举行的一个纪念大会 其中习近平还非常引用了好几次 国父的遗言表示 中共的统一是绝不能让步的 这番强烈的言辞显然是说给外界来听 也显示对于香港这次事件的发展 大概期待中共让步 那是绝不可能 不说话没表情 两千多名大律师神穿黑衣 从香港高等法院到中省法院 一路从白天走到晚上 这是香港司法史上 律师人出最多的一次承诺抗议 这股无声力量为的是抗议往天前 中国人大强行释法 干预香港司法 被律师站出来 超过外民港人 集体占领中国驻港最高机构 中联办的守在地西环 雨伞对抗盾牌 几名队质长达三小时后 正冒警察半夜四面包夹 再向群众通洒 淋浇水 强行驱离 警方的地道选择的情况之下 将会给你们将去推暴行动 人群中这两个人非常显眼 他们就是这次抗议的导火线 香港青年新政的议员 梁颂恒和梁慧珍 一关整件事 早在一个月前 以埋下火种 原是香港新科议员宣誓的场合 但轮到梁颂恒上台 他竟然脱稿演出 可以把中国念成China 在亲中派超过半数的议会里 他公然歧视贬低中国 还在背上批着香港不是中国的标语 遭批再高港度 他还被控出犯宣誓的抵达禁忌 态度轻浮 藐视议会 梁颂恒议员 在这个宣誓中 用上很侮辱性的字眼去侮辱中国人 用上粗口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令人非常非常愤怒 宣誓本概念出 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亲中职守 遵守法律 连接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 结果两名年轻议员对誓词加油添醋 让中国很不高兴 几天后他们再次闯入议会 要求重新宣誓 我已经裁定了裁决了 由丽精议员梁颂恒议员 是不能够来参与这个会议 亲中卖主席除了宣布收会 更迟出奥波 可以离席让会议留会 最后两人下离现场 宣誓究竟有没有效 哪个人还有没有议员资格 10月3号香港高院裁定审理 证据结果两名出炉 中国人纳去抢在四天后 11月7号透过程序直接释法 在依法遏制和打击港独势力 中央的态度绝不含糊 绝不手软 所谓是法的法 指的就是中国治理香港的这一套 根据中国宪法制定的基本法 每触及港独议题 人大就要来解释这套法令 强硬要香港人遵守 这会以示第五次 其中第104条讲的就是香港 新科立法会议员 该怎么宣誓 但仔细瞧 中国人大的这场 事法记者会上 全是中国记者 看不到任何一名外国记者 最后只在场外 发放这7页新闻稿 禁止7页的稿子 埋横宣告 梁颂恒和游慧珍 宣誓无效 且丧失议员资格 港人扑拳出来议员 被人大宣判政治死刑 难怪香港人怒火中烧 任何诉讼案 本来都该交由香港法院审理 必要是在最终判决出炉后 才向人大申请解释 强硬释法被港独议 批示胡弹杀麻衣 要不听话的人滚出议会 反倒在事发后第十天 有慧珍和梁颂恒 受邀到台湾 用自己的力量去走进这个选举 来试图改变这个社会 无法进入议会殿堂开会 两人多达13名的助理 也禁止进入立法会 连办公室也不得齐门而入 只是到时香港法院的判决 如果和中国人大有意义 还听谁的 必定又会掀起 尼泊论战 《哈利波特》无疑是这个世纪 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光以书来说吧 它总共有七部 而行销了全世界 超过了四亿五千万本 在这个网络世界 还有这么大的发行量 真是非常的可怕 而且太了不起了 当然作者JK罗林更不用说了 他是无数读者新部当中 最会说魔法故事的人 这些书本的销售 也加个人据说赚进了 超过20亿美元的收入 当然他的笔可没停 又有新作品出来 而且同样要搬上了电影 而且据说 会要准备连拍五部之多 之下影迷又有福了 其实JK罗林不仅会说魔法故事 他更是经常为弱势发生 理由是他自己也有一段 相当辛苦的童年 我们就来看看 这部新电影 要说哪些的冒险故事 还有这一回 他自己担任编剧 还有怎么来 向读者跟观众 介绍这个崭新的神奇世界 一个皮箱藏着另一个世界 还可能引发一场 难以想象的大混乱 全球最畅销作家 JK罗林 最新的魔法电影 不再围绕着霍格华兹 就连主角也换人 你怎么办 我对不起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是新冠军 你怎么办 莫南新爱迪瑞德曼 饰演一位奇兽的 搜集与似语员 伤美时阴错阳差 让乡中许多奇兽烙跑 你和我 明天早上要站起来 去找我的冒险 什么冒险 天马行空 想象力化为有趣的影像 优特为这些奇兽写的 伺域手册 70年后还成为 哈利波特等学生 使用的教科书 这是距离最后一集 哈利波特电影 五年之后 罗林再战大营幕 我已经17岁在游戏世界 17岁在游戏世界 如果你有17岁在游戏世界 就不离你 在适应会隆重出场 罗林受欢迎成功 不雅于明星 包括满场的麻瓜 以及合作的演员 全都是她的粉丝 这次她也有新角色 首度担任电影编剧 我学习作词 广播剧 我并不建议这种方式 很努力 但它是一个美好的经验 我喜欢它 所以我们确定 它会有五个电影 谢谢 谢谢 牛特的小说 早在15年前就写好 一口气要拍五部电影 罗林很可能再掀 十年的魔法风暴 所有的角色 在《Potter》 都只是一个名字 尼特是一个人 在我的心中的生命 其实她这五年 除了构思牛特新魔法外 创作更多元 2012年出版了一本 限制集的成人小说 临时空缺 和以往形象 判若两人 当我开始认识 这首词 我曾经认识 我曾经认识 我认识 它是充满性 状态 罪恶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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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我认识 因为我认识 你不能够 从《Harry Potter》 你试识 试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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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ry Potter》 《Harry Potter》 的成功 带我自由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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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认识 我认识 惊人之举 不止于此 他在2013年 还化身退役宪兵 以笔名 罗伯特·加尔布雷斯 发表侦探小说 《扑虎鸟的呼唤》 原本新书 罚人问津 但身份 被一家律师事务所拆穿后 马上月灯畅销榜 新闻还轰动一时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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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伦坦言 喜欢用笔名出书 真名是Joanne Rowling 但熟人都叫她 Joe Rowling 他也不利于发挥写作上的影响力 批评实证 罗林曾说 英国脱欧阵营 像是佛蒂摩等大坏蛋 更说川普的煽动言论 比佛蒂摩更坏 对照今日的自在 那些曾经让她心痛的往事 除了遭家暴 成了单亲妈妈 罹患忧郁症外 她的母亲45岁时 死于俗称 剑动人的多发性硬化症 让如今51岁的她 格外珍惜健康 我仍然有孩子 我仍然有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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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估算她总收入 达20亿美元 但她捐款数字同样惊人 我仍然有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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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仍然有读书 一 二 一 三 这就是她的信仰 倒进了她的人生 写进了她的小说故事 如今JK魔法 又踏上另一场精彩冒险 也让《罗林传奇》 继续下一个星天招